一名自称时空旅人的网友在TikTok上公布影片表示 在12月有两个日期需要注意 其中一天可能会发生震撼世界的大事 并永远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他也提到瑞典、挪威、英国和芬兰将会在2027年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强国 这名时空旅人在TikTok发布各种预言影片 拥有约120万人追踪 他近日上传了几部影片表示 人们必须注意12月份的两个日期 他谈到在12月20日会有8个人类从太阳的能量播中获得超能力 而12月25日是个更重要的日期 这一天将会发生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并永远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这也将100%证明我是个时空旅人 不要忘记这个日期 他提到在2022年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记住的日期 就是8月20日 那天横跨地球的天空将变成明亮的绿色 天空变绿的原因是 离地球不远的一颗行星爆炸了 而星球里面充满了绿色的岩石 整个绿色的天空会持续大约5个小时 然后慢慢消失 他还声称在2022年NBA的洛杉矶湖人队将在第七场比赛 打败布鲁克林篮网队 此外这名时空旅人也对未来做出了更多预测 例如瑞典挪威英国和芬兰会在2027年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巨大的联盟国家 而这个强国会激励其他小国想要加入 其他国家喜欢这个想法 这点燃了将大国团结在一起的火花 时空旅人提到了另外一个时间 2024年会在阿根廷的地底下找到一座 三万五千年前的地下堡垒 里面藏有许多秘密 包含远古时代的古物、技术和隐藏的密码等等 另一名来自2714年的知名时空旅人艾瑞泽 在TikTok上分享影片表示 传说中藏在大西洋底下的亚特兰提斯城 将在2022年2月被发现 里面住着人和鱼杂交的新物种 该预言到底是真是假 12月25日很快就到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